身為一個棒球選手 能夠擁有自己的一張球員卡 絕對是夢寐以求 但誰說只有職棒球員才能有 中華職棒準備推出的年度球員卡 雅錦賽和十二強 表現亮眼的業餘雙雄 吳升峰和王宗豪 也成為主角發卡囉 王宗豪跟吳升峰 他們在2018年的時候 有參加過亞運 然後他們兩個同時也帶領 中華隊在亞運得到第三名的夾擊 那同時在2019年 他們也是為二兩個業餘的選手 入選到十二強的中華隊 然後因為十二強也剛結束 所以剛好搭配這個室室 然後做一個連結 今年的發行量大概22萬包 然後22萬包 每包八張的話是176萬張 他是176萬張裡面的25張 能夠擁有自己的球員卡 當然很開心 不過雅米只有25張 吳升峰也在開賣前 趁機跟球迷朋友喊話以下 以往其實看到球員卡 都是職業球員 或是比較特殊的球員 那這次有榮幸能夠登上 球員卡的之一的球員 所以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畢竟自己也會想要收藏 對自己也應該也會自己 來去買個幾包碰碰運氣 但是聽說 聽說張數可能不會很多 那可能要買到的應該 也是有難度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抽到的話 應該非常值得紀念 那可能不要賣可以送給我啦 對 歡迎聯絡我的粉絲專頁 對 從過去啦啦隊女孩限量卡 實戰用品卡 甚至是去年的永恆之星寶石卡 每一年球員卡都充滿噱頭 這次向眾業餘雙雄的好表現 和高人氣 看來球迷朋友們 荷包又要失手啦 我愛體育新聞採訪報導